Hello大家好,本期要拍摄的这一个实物视频呢就是来自美根多夫的一款经典的立体绘本 它的名字呢叫做国际马戏团 那从这款绘本的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把这一款绘本一一的展开之后呢 会得到这样的一个六面体的立体场景 然后呢这六面体呢分别像我们展示着一个早年的马戏团的一个现场 这一款绘本呢在封底有写明 它是发行于1979年的 那保存至今呢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很幸运的是我手中的这一本呢是一款尽全新无瑕疵的一个状态 边角位置呢略微有一些吊色那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哦 因为它发行于1979年又是一个软开本保存不易 它的一个实际的尺寸呢是一个类似于X值的大小 那当我们把绘本整个展开之后呢 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侧面位置会有一个小小的楼梯 然后楼梯上呢有着很多正在入场的人们 有先生有女士以及他们的孩子 另一个马戏团的场景呢就是小马要跳跃过这一个火栏 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二步场景 是一个女孩子她要从马上乐起 然后跳过这个小圈 是一个跳圈的一个项目 这边呢第三个场景 第三个场景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分为上下两层的 下层呢是一位是有着骑马的女士 以及骑着驴的小丑 然后上层呢是一个现场的晚弦乐被剪音乐展示 跟第四幕场里呢也是那个马戏团的小马 以及他们的驯马师之间的一个表演 上层呢也是一个现场的演奏团队 跟第三幕呢是连在一起的 从镜头来到第五幕场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 本杂星演出由一个四人团队组成 左下角的这一个人呢脚顶着一个无谱的窗户 窗户上还有一个假扮成狼人的人 右手边呢这一位男士手里拿着一根棍子 另一位男士呢已经手持着这个棍子的前端飞跃而起 场下呢是各种正在观看杂技表演的绅士和书女们 那这一个立体绘本的最后一个场景呢 就是这样的一个马术表演 下方呢是有一位先生 然后呢他两脚跨在两匹马的中间 两匹马呢还是一个正在奔驰中的状态 然后他的手上呢就是牵引着一位女士 女士呢还要在这么高难度的一个环境下呢 保持一个很优雅的姿势